一茶那 大晚上都不睡觉 房顶风大 小心感冒 师傅 月亮好美啊 伤青悲悦 你这是想吃月饼了吧 月亮那么美 广寒宫也一定很漂亮吧 也许吧 所以 嫦娥是为了大房子 才离开后裔的吗 一茶 你听故事也不专心 嫦娥是为了长生不老 才 嫦娥是为了追求幸福 才离开后裔的 所以幸福就是大房子吗 嫦娥未必是想得到什么 也许 她只是想要离开什么 幸福有两种 一种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一种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嫦娥 她 此身只和佛前老 愧对嫦娥一片心 这些人是想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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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蝉啊 大殿那边怎么乱哄哄的 出什么事了 山下地主家的胖儿子又失恋了 吵着要出家呢 一蝉 我们出家人要厚大 怎可以貌取言 以后不许再说什么地主家的胖儿子 要叫他地主家的傻儿子 明白了师父 那你说为什么人一失恋就要出家呢 世人执着 求不得爱不到 一颗破碎的心无处安放 想要找个清静的地方治疗伤口吧 可是他来是清静了 咱们可就不清静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种以为师哥恋就天塌了的脑肿 叫他老子削一顿 就什么都想明白了 叫他老子削一顿 就什么都想明白了 一谈 有人找 入我佛门 万般 皆空 一颤 不在 小苏姐姐来找一颤 一颤在不在啊 就是他找才不在 咋了 闹别扭了 自从他交了男朋友 是天翻月才想起来找我玩一回 哦 这样 一颤 我问你 小苏是不是你的朋友啊 是啊 那他幸福 你高不高兴啊 高兴啊 那你还在不在啊 朋友这个东西啊 就像是天上的星星 不能每天都见 但是一直都在 而且 就凭当年 小苏姐姐天天 给你带小猪包的交情 他就可以在你生命里 任性一辈子 那 那他摔导师 我还送他回家呢 我也能任性 哈哈 挺师父的 去玩吧 哼 你干嘛呢 我在给自己掉水呢 这样我就能长大的快点 这是哪位天才告诉你的偏方啊 嘿嘿 是我自己领悟的 我看小树和庄稼都是这么长起来的呀 你为什么这么想长大呀 长大多好啊 不用背书 考试 还可以教训小孩子 他要是不听话 就罚他挑水 打扫院子 要是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大人 该多好啊 师父 你说呢 其实也没那么好啊 不用考试 但人生的考验可不会结束 那可比考试难多了 至于大人教训小孩子嘛 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出于羡慕嫉妒吧 师父 你是不是想当小孩子 正好遗产想当大人 要不我们换一下吧 这个 遗产呢 为师的水无空了 去给为师挑两桶水来 呦呦呦呦 小屁孩 就不能学为是点好的 呦 还敢跟我顶嘴 看为师 挠死你 尤最好 嘿嘿 8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什么 拿出来 拿出来 这是个啥东西 师傅消消气,不生气 师傅,你那天说大和尚应该宝向庄严,从容不破,一拙一条也要注重的 那是,像围师这种 所以说,师傅的脚很大,我特地做了一双大好的身鞋 师傅,我不敢弄乱房间,乱涂乱画 没关系,霓裳这礼物师傅喜欢,今后天冷出门,就不动耳朵了 霓裳啊,快起来跟师傅下山 好 阿德,你脑袋上带着什么东西啊? 保暖 呦呦,是小孩子玩的不老虎 呵呵呵,好看 阿德,你脑袋上带着什么东西啊?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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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